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首先进入台海观察室 由驻台记者树立台海热点 台海大事就看台海观察室 大家好 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台海观察室 我是王叔 在台北为您梳理一周的台海热点话题 本周高雄市议会召开第二次临时会议 也是高雄市长韩国瑜的市议会首秀 会上有民进党集谜代表再次追问韩国瑜 对于九二共识的看法 韩国瑜再度回应表示 九二共识就是定海神针 自己是九二共识坚定的支持者 九二共识 你说这是定海神针 这是很重要 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这个九二共识 我是九二共识的坚定的支持者 这样一来 货才能卖得出去 人才能进得来高雄 两岸才能够有一个合并的发展 在岛内掀起一股寒流旋风的 国民党高雄市长韩国瑜 早在九合一选举之前 就已经表态支持九二共识 为民发声的立场 选后韩国瑜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 强调自己坚持九二共识 坚持让高雄货卖的出去 人尽得来的意愿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日前在谈及九二共识时表示 海峡两岸坚持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不是片面承诺 而是双方的共识 很高兴看到韩国瑜 能在选举辩论中 高声几乎支持九二共识 而且不但没有影响选情 还加分 他非常的感动 全台22个县市当中 蓝营有15个执政县市 支持九二共识 这是台湾的保命先单 九二共识已经是两岸共识 台湾共识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 日前公布民调显示 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当中 台湾民众对于柯文哲的支持度 达到了38.7% 而对于国民党2020 可能的角逐者朱立伦的支持度 为21.5% 对于蔡英文的支持度 为15.3% 柯文哲的支持度 比朱立伦和蔡英文 两人支持度的总和还要多 令台媒惊叹 本周柯文哲在受访时 也回应了民调和自己 对于参选2020的态度 我不晓得那个准嘛 读生量跟支持度 目前看来都蛮高的 你觉得2020你有机会 不要再问这个问题 此外柯文哲在受访时 还透露了自己有组党的意愿 而且表示会组不一般的政党 除了统独意识形态以外 我实在是看不出国民党 跟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 也不是组一般的政党 应该还是那句话 怎么做我对台湾比较好 这才是要思考 本周几位指标性政治人物 对于2020参选的态度逐渐明朗 被独派人士要求 不要再寻求连任的蔡英文 也表示说 希望有足够的时间 把想做的事情做完 台媒分析 这位蔡英文争取2020连任 埋下伏笔 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的既值文稿 于16号被台北故宫博物院 出界给日本博物馆进行展出 这也是既值文稿第一次离开中国台湾 消息一出 两岸的网友不禁为脆弱的国宝 飘扬过海而揪心不已 更为台湾当局利用国宝 进行政治产位的行为而愤愤不平 有媒体曾经采访此次展览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表示 东京没有和台湾交换展品 是台湾单方面的行为 对于既值文稿没有特别的保护措施 观众可以拍照 不开闪光灯就可以 既值文稿不单单是一件文物 其笔墨之间更留存着 中华民族忠义不屈的精神气节 颠沛流离的历史 也见证着近代中国的兴衰融入 正常的文化交流固然需要 但绝不是让顶级的国宝四处颠沛 所谓的只受千年卷本折半 距今已经有1261年历史的既值文稿 它的脆弱性可想而知 可以说看一次少一次 斩一次伤一次 但是台湾却主动将国宝送到日本 一展就是40天 引来不少台湾网友的质问 已经有1000年历史的纸 经得起千里远行吗 为什么不叫日本人来台湾观赏 却将顶级的国宝借出 还有台湾的主持人 在节目当中接连怒斥 你凭什么让他出去 好 以上就是今天 台海观察室的全部内容 下周同一时间 请您继续锁定海峡两岸 我们将继续为您梳理台海热点话题 日前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在北京举办2019年新春联谊活动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洁一出席 并至此 我们来看报道 刘洁一表示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祖国和平统一 最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和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 广大台湾同胞理应顺应历史大事 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 一国两制是祖国统一的最佳安排 和平统一后 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 将得到充分尊重 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 宗教信仰合法权益 将得到充分保障 五个充分 是对广大台湾同胞 福祉利益的关心和照顾 台湾极少数人 最近的荒谬言论 完全是别有用心 企图利用 给两万同胞制造问题来牟利 在统一大势面前 他们绝不可能得逞 全国台企联会长王平生 至此时表示 台企联将更加坚定地 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促进派 为台商办更多史事 海峡两岸关系结会会长张志军 及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人士 出席了活动 近日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会见了日方代表 表示愿意就日本何时入台进行商讨 有媒体评论 蔡英文在连任压力下 牺牲台湾利益 拉拢美日的企图越来越明显 应该予以警惕 在会见日本众议院议员 何景克行时 蔡英文表示 针对日本五线食品书台 愿与日本政府保持沟通 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并判日本政府持续支持 台湾加入CPTPP 蔡英文的这一表态 被认为是主动松口何时入台 以获取日本的支持 香港中评社评论称 蔡英文近日连续发表 针对大陆的强硬表态 对美日则不断示好 恐怕是在2020连任的压力下 希望有所作为 其嫌美日抗大陆的政策路线 越来越清晰 势必会牺牲台湾岛内民众的利益 值得警惕 朱立伦称2020选举国民党团结一致 都不一定能赢 希望党内初选 不要给民众造成负面观感 与此同时 洪秀柱表示 有意参选2020者 应把两岸关系讲清楚 国民党内就2020选举 有哪些分歧 蓝营有机会赢得 2020选举胜利吗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朱立伦称 国民党2020不一定能赢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据台湾媒体报道 已经宣布参选2020的 国民党籍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日前表示 2020年选举 国民党团结一致 都不一定能赢 希望党内初选 不要给民众造成负面的观感 与此同时 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表示 有意代表国民党参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都应该把两岸关系讲清楚 备战2020 国民党内有何分歧 蓝莹有机会 在2020选举中取胜吗 就这样的话题 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 陈凤鑫女士您好 李鸿好 于强好 全世界的观众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 副教授于强先生您好 李鸿好 陈女士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首先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国民党内部有意愿 去参选2020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政治人物的相关表态 自从朱立伦宣布参加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 国民党党内初选机制 不断成为 岛内各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 朱立伦表示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国民党团结一致 都不一定能赢 希望国民党党内的初选过程 不要造成台湾民众的负面观感 应该是要让台湾民众看到希望 提出最符合名义的候选人 才有机会胜选 而国民党前主席 洪秀柱则表示 2019年是各方确定参选人 提出选举理念的关键一年 有意代表国民党 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都应该把两岸关系讲清楚 刚才在本片当中 我们看到朱立伦对外表态说 即使国民党团结一致 国民党在2020年 都未见得能赢 所以说现在党内 最重要的就是团结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 看待国民党团结 似乎十几年来 国民党内的团结问题 一直到现在 仍然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解决 那么备战2020 怎么才能够让国民党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呢 国民党从这个 2018年底 九和一胜选之后 即使到现在为止 大概国民党 大家都在为2020年 在做努力 这个努力 大概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写书 台湾是要选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 基本上在选举期间 都要写本书 第二个是明确表态 那表态最干脆的 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 卸任新北市长的当天 马上就告诉大家说 我要选这个 台湾地区领导人 大家觉得说 这个跟国民党 过去的政治人物 不太一样 这个非常的干脆 非常的好 那除了朱立伦之外 像王金平 王金平呢 是在1月17号的时候 在高雄 有一个85桌的 这样的一个餐会 然后在餐会上 大家就拱王金平说 你什么时候宣布 什么时候宣布 王金平就讲说 元宵节前后 给大家一个交代 那基本上就是 已经预告了 说元宵节前后 他会宣布 那现在问题 还在马英九 马英九呢 是一直不松口 然后马英九 接受各种访问的时候 当大家 不管怎么问的时候 你会发现 马英九一直不松口 说明马英九在犹豫 所以现在宣布的情况 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呢 其实呢 也有一些刀光剑影 比如说朱立伦就讲 朱立伦说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初选啊 大家还是全民调比较好 那吴敦义呢 马上就回击说 说2016年的一场选举 国民党就是 全民调办初选 结果后来 选出来的那个候选人 不是还是被换掉了 那个时候 党主席可是朱立伦呢 所以这个话呢 就明显的 其实是有这个 交锋的这个意味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 就是整个这个局面上 其实每个人都在爬山 都在各自的努力 但其实之间啊 还是有很多交锋的 所以吴敦义后来呢 就放了一个话出来 说这个初选机制 怎么搞呢 干脆这样吧 说这个所有要参选的人 大家一起协调 商量一个游戏规则出来 这个话意味着什么 这个话意味着 全民调很有可能 就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因为只有最领先的那个人 会同意全民调 其他的几个都不会同意全民调 因为我全民调不领先 好 那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内呢 已经有人蠢蠢欲动的 想要靠修改游戏规则 来制定一个方式 更有利于自己成为2020 代表国民党去参选的那个人 那我想问一下封心 据您从岛内的观察 民众对于国民党内部 现在的这种暗中的较劲 或者是表面的争锋 有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那么到目前为止 可以观察到的国民党内 到底都谁有意愿去选2020 到目前为止 我其实并不认为 马英九会参选 2020的这一次的大选 另外三个人呢 他们的表态 几乎是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不管是朱立伦的直接表态 不管是王金平出书之后呢 那希望能够赢得更多的声音之后呢 在元宵节前后来表态 或者是吴敦义呢 一直鸭子滑水 其实大概大家都是把这三个人 当成一个主要的讨论的一个对象 可是不要忘了 就算是国民党挑选出他们的候选人 其实呢在国民党之外 非民进党 还有包括了台北市长柯文哲 以及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他也是以武党籍的身份 希望能够跟国民党合作 那柯文哲当然可能会走自己的第三条路 那我回到国民党内部 现在的情况是 如果说是真的对国民党很友好的媒体 其实对于国民党现在的现象是很忧心的 因为呢 国民党现在的问题并不出在于 有没有足够能够担任2020大选的候选人 关键其实是在于 有没有这一个很好的游戏规则 然后让大家都心服口服 可是你会发现彼此之间的放话 就是你说我一句 我说你一句 虽然都没有点名 吴敦义不会去点名朱立伦 然后朱立伦不会去点名吴敦义 王金平不会点名吴朱两人 但他们说的话都暗暗的在酸对方 这种暗酸对方 其实反而是让彼此之间的心结越结越深 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国民党不团结 因为当你进入了这一种暗字放话 然后或者呢不点名式的 然后去酸对方一下 这样的情况 你所累积下来的心结 以后要能够真心合作 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因此我们会看到 那么最支持民进党的媒体 其实最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初选 一是抱持着看笑话的一个心态 你们闹来闹去 第二个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非常希望在所有的民调当中 蔡英文唯一能赢的 这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够出现 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 那蔡英文就可以稳坐2020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问题 并不是在于团结 问题在于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偶像明星 偶像政治明星 能够拍板定案 在过去国民党内部 你只要出现了这种偶像型的政治明星 他不团结也团结了 归根就地 他没有一个偶像型的政治人物 然后呢凝聚所有民众的心 这才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从凤鑫女士的观察来看 目前国民党内的需要一个人物 来凝聚国民党内的士气 来凝聚国民党内的凝聚力 但是目前从这四位都想去参选的 国民党内的政治人物来看 他们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去完成 这样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 国民党就曾经分裂过一次 否则也不会有现在的亲民党 和现在所谓的泛蓝阵营 所以说对于国民党来说 解决团结问题 现在依然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国民党内部到底能不能够解决 国民党我们也看到这个历史上 大家也一直害怕国民党 从最早的同舟共济 到后来的同床异梦 然后再到同事操歌 最后害怕变成同归于尽 可是实际上国民党内部的 这个所谓内斗的问题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里面 大概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站在每一个候选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如果说别内斗的话 得有一个人出来 把所有人都给我管住 因为内斗这种事情 如果我不内斗 别人内斗的话 我受伤 这事谁来补偿我 到底是初选赢比较重要 还是不要内斗比较重要 对于政治人物 当然初选赢比较重要 那如果有人要内斗的话 那我不管愿意不愿意 我也要内斗 所以得会有一个人出来 得压得出正脚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人物 那大家就打坐一团 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理由 正在吴敦毅的角度来讲 说这个党从2007年 最困难的时候 每个月筹3000万新台币的 这个党务活动的经费 那是多么的困难 账户都被民营党冻结了 每个月去找3000万新台币 那吃了这么多苦 吴敦毅对这个党是有功劳的 那站在这个朱立伦的角度来讲 说我民调最高 民调最高意味着什么 选举我赢的可能性就最大 正在王金平的角度来讲 说大家为什么觉得 国民党2020有戏 是因为这个2018年选得好 2018年胜选最大的功臣是谁 不就是王金平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堆理由 每个人都觉得说 你们团结 为什么不团结在我的身边 问题是所有人都这样想 每个人都共享一块民意 可是每一个人都不够强的情况下 那这种所谓的不团结内斗 或者是打算盘自然就会产生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只能靠一个东西来挽救 就是机制 那另外一件事情的是 其实说实话 站在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角度来讲 他竟然会这样想 就是你 我团结在你周围 然后我让你上了 你一上 一当就是八年 那我就要等八年 可是我如果不团结你的话 你今年没选上 四年之后 我还可以去选 所以其实当国民党的政务 开始去这样盘算的时候 讲实话那个不团结 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 洪秀柱称 有意参选2020者 应把两岸关系讲清楚 这翻表台背后有何意味 蓝莹有机会赢得2020选举胜利吗 请继续收看海峡两岸 我们也注意到 洪秀柱呢 前国民党的主席洪秀柱 他也发表了这个表态 说国民党内部 无论说派谁去参选 2020的这个领导人 那么都应该把两岸政策说清楚 那么在两岸问题上 你的路线是什么 你的底线是什么 你的基本态度是什么 现在无论是这几个打麻将的人 手里握着什么牌 他们都没有亮出来 对于两岸关系 他们是怎么看的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 到目前为止 不管是马英九 不管是王金平也好 或者是朱立伦也好 乃至于吴敦义也好 对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谈来谈去都是要坚持九二共识 坚持九二共识没有错 其实是对的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跟随着你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 往前进 这件事情才是两岸政策 发展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三位主要的候选人 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反而就闪躲 这个闪躲 就会引发内部呢 很多的疑虑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把 未来两岸之间 到底要如何的继续走下去 这件事情 说清楚讲明白的话 那你会不会面临到 两岸只要出现了困境 那你会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就不清楚了 这也是这三个人的形象 模模糊糊 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让大家觉得 耳目一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其实国民党内部 对于未来前景这件事情 认真思考的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有很多关心国民党的人 认为国民党内部 应该要有一个两岸政策大辩论 这个辩论 不会动摇九二共识的基础 而这个辩论应该要针对的是 九二共识基础之下 往前进 两岸要如何的往前进 如果经过辩论 所有的候选人都想清楚了 然后接着 藉由不管是民调 或党员初选的方式 然后选出了国民党的候选人 国民党上上下下 在这个政策上面 口径一致 不团结也团结了 因为在政策上面 大家立场都是一样的 两岸关系 我们知道通过 2018年九和一的选举 已经验证了 它对于岛内的民心的凝聚 是非常重要的 就在这两天 韩国瑜还对外表态说 他就是坚持承认九二共识 无论是绿营的 或者民进党的人 是如何来质询他 质疑他 说他都是坚持九二共识 无论是选前还是选后 还是现在的执政 但是他恰恰赢得了高雄 一个民进党基本盘 一个执政了十几年 二十来年的一个地方 他拿到了这个执政权 那是不是就验证两岸关系 和坚持九二共识 有多么重要呢 今天对于国民党来说 你在台湾说起来说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差别 在哪里 我想他所有人都会想到 就是在两岸关系上 他的态度不一样 也就是说 国民党能够凝聚党员的 这个党魂 就是在两岸关系上的论述 国民党只有把这个东西 发挥到极致 国民党才能可能赢得胜选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 光团结是不够的 就算国民党完全团结 国民党也需要在两岸关系上 必须要把它讲清楚 否则的话 他也没办法赢得选举的胜利 2000年当时国民党输 当时大家都觉得说 是因为连战和宋楚瑜分裂 所以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 这个联手去参选 那结果后来如何呢 2004年不是还输掉了 很多人说2004年输 是因为这个民进党使烂招 民进党哪次选举 没使过烂招 他每一次都使嘛 那为什么2004年输 还是因为说2004年 国民党虽然泛滥阵营团结 但是关于两岸关系 其实他讲的并没有 让台湾民众看到一个清晰的未来 所以2005年连战访问北京 所谓的和平之旅 然后后来两岸关系 开启和平发展 所以到2008年的时候 马一九才能赢下 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 那2016年再度是这样的 2016年的时候 国民党败选之后 其实2016为什么两年之后 国民党就能够再起 说实话国民党的党产被冻结 国民党被民进党追着打 那为什么两年之内 国民党就能够再起 还是因为在选举 2018年九合一的最后关头 韩国瑜明确地讲说 我虽然在高雄选 但是我坚持九二共十 我认为这是对台湾 这是对高雄对的事情 那你看韩国瑜收获了高人气 最后赢得选举的胜利 而且赢面这么大 我想其实这个 其实就是给政治人物 树立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标杆 而台湾和大陆讲实话 台湾离大陆这么近 台湾这么小 大陆这么大 两岸又都是中国人 所以实际上两岸关系 对于台湾的重要性 真的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国民党 现在首要想解决的 就是体制问题 机制问题 或者是说它的团结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 也是两岸关系政策的问题 所以说是不是如果用政策 来引领国民党内的士气 或者是凝聚力 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呢 如果想赢得2020年的选举 那么国民党都应该准备些什么呢 现在来看 当然如果我们纯粹就民调而言的话 朱立伦确实是在国民党内部 现在民调声望是最高的 而且如果朱立伦跟蔡英文 单独出来选的话 那么朱立伦确实有可能会赢蔡英文 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 朱立伦跟蔡英文 或者是国民党到底是谁 因为国民党只要它的候选人 稍微弱一点 接下来还有一位无党籍的柯文哲 柯文哲积极地拉拢偏蓝的选民 这里面柯文哲其实已经感受到 如果他要挑战2020的话 他的立场就必须脱离声率 然后进入中间偏绿 乃至于中间偏蓝 而他确实也已经得到了一些 可能的支持的程度 这也就更加的给了国民党极大的警讯 如果国民党没有办法在他的 包括两岸政策 当然也还包括了能源政策 他没有办法在这一些民众 最关心的政策上面 有很清楚的思维 现在的民调没有办法支持他们 一直走到2020的胜选 我觉得有了第三方势力的竞争这件事情 理论上应该给国民党更大的压力 我希望他们能够清楚地明白 他们现在所面对的不是团结问题 而是在于他们如何凝聚民众的 向心力问题 才是他们最大的困难 让大多数的民众都喜欢国民党 支持国民党 国民党才能够赢得2020的选举 团结固然重要 但是凝聚民心更加重要 那么未来如果说 国民党可以站在两岸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制高点上 继续发展两岸关系 成为岛内民众去认可发展 支持两岸关系的引领者 那么也许台湾会有更多的民众 去支持国民党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李红 陈女士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好 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恋爱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